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目前小米公司已经发布了 旗下最新数字系列旗舰小米14系列 该系列已经开售 便夺得多个电商平台销量冠军 由于小米14系列给消费者带来了众多惊喜 不少人纷纷开始期待 该系列的超大杯激情小米14Ultra Tiger注意到有位小米12SUltra在雷军微博下留言询问 是否要换小米14 没想到雷军给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 雷军建议这位12SUltra用户等一等小米14Ultra 与此同时小米集团副总裁 中国区总裁王小燕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 14Ultra能否压篮场的灭霸师表示必须可以 那么小米14Ultra究竟有多强 话不多说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近日有数码博主曝光了小米14Ultra的渲染图 从渲染图我们可以看到 小米14Ultra的整体设计与13Ultra相似 继续采用了原型的后置摄像头模组设计 看上去更具美感 手机正面相比上代最大变化 应该是采用了等深微四曲屏幕 加上以后好好看不少 整体看上去屏占比很高 正面视觉观感舒适 不出意外的话 小米将会继续为14Ultra配备独特的摄像套装 包含拍照手笔 滤镜灯配件 根据相关爆料 小米14Ultra素P版已经落地 陶瓷版本和钛合金版本正在测试 影像辅助装备依然会有 镜头参数则是小米14Ultra的主打方向之一 此前就传出了四摄 全部升级成了索尼LYT900影像传感器 同时拥有三颗5000万像素镜头 另据知名博主称 小米14Ultra将继续搭载英寸大底传感器 抵达一级压死人 这条规律已经是 目前智能手机影像的主流意识 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搭载一英寸的手机 比如说刚上市的VVox100 Pro就是奇异 小米要想打败灭棒 那一英寸主射肯定少不了 此前还有消息称 小米14Ultra会配备M43传感器 和大江旗舰机型的VX3 Pro同款 但知情人士透露 1.33英寸传感器 确实大的离谱 短时间内不会在手机上落地 要想在狭小的手机内部 塞入这么大的镜头 至少今年不用想了 Tiger个人觉得一英寸镜头足够了 真有专业摄像用途 那也不会用手机去拍 书页有专攻 电影还是的相机去拍 除了超强主射之外 小米14Ultra的长焦镜头 也大幅升级 采用四摄前望双焦段路线 至少是100X数码变焦起步 防抖性能也会进一步增强 而同此前的爆料 大致可以确定小米14Ultra与上代产品相比 外观设计变化不大 去掉了凸起的金属中框 样机采用素皮材质 结合现在大多数新机都采用的是类似的设计 那么小米14Ultra继续采用圆环镜头设计 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其次是小米14Ultra屏幕供应商 依旧是国产厂商 屏幕方案为2K国产等深微四曲屏 参考上代产品 或依旧采取TCL画星与小米联合研发 采用最新一代发光材料 1-120Hz适应刷新率 3000Nm峰值亮度 全程DC调光加高频调光等特性 应该都不会缺席 这也是目前市场中的主流特性 必须是要采用的 不然口碑就崩塌了 况且小米这几年采用国产品次数也多了 优化应该不用担心 小米14Ultra和小米14Pro一样 搭载骁龙8-3处理器 但是超大杯的芯片 是一颗超频摆骁龙8-3 性能比后者提升近15% 据性能测试 小米14Pro在单核有2192分 多核有7466分 已经是相当优异的成见了 如果目前的爆料消息准确的话 小米14Ultra的性能 应该会更加突出 在续航方面 小米14Ultra也有所提升 搭载了5200mAh的电池 并支持120W的快充技术 续航能力十分给力 此外 该手机还配备了NFC 红外遥控 双扬升器 S轴线性马达 以及IP68级别的防尘防水功能 堪称旗舰配置 值得一提的是 据称小米14Ultra 还将支持双响尾形通讯 虽然来得有些晚 但终究还是实现 另外LPD-D25X内存 加UFS4.0闪存 应该是不会缺席 有望最高提供16G内存 加1TB储存 以及24GB内存 加1TB储存的组合 价格方面大概在6000元左右 与小米13Ultra相比 小米14Ultra在配置上绝对领先 对于用户来说 选择哪款机型 可能会成为一种纠结 至于发布日期 媒体称它将在明年第一季度亮相 这将是小米打造的 2024年安卓之光 最后 问题来了 大家觉得小米14Ultra 值得你等待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